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歐國杯分組賽第二輪在週五晚上繼續有好戲上演 2組當中斯洛伐克將面對烏克蘭的挑戰 首輪分組賽斯洛伐克爆冷擊敗比利時 客馬城式初現 相信他們今仗有能力乘勝追擊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斯洛伐克今屆歐國杯可謂一名驚人 雖說現今的比利時已經無法與10年前的比利時相提並論 不過爛船還有三斤釘 斯洛伐克在取得夢幻般開局後一直遭到比利時的狂軍濫詐 羅美路路卡古還兩千食詐糊 但斯洛伐克最終還將領先優勢保持到最後 這場勝利都提升了斯洛伐克鎮中仗士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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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比中場中路位置上的表現尤為關鍵 作為防守方面的第一度屏障 史坦尼斯拉夫·魯伯卡上將帶領全隊平均跑動距離達到11.54公里 比比利時的10.72公里要多出不少 用不惜體能的跑動贏得比賽 他個人的風頭甚至蓋過中場大師奇雲迪布里 另外斯洛伐克的反擊都不容輕視 令對手不敢輕易大舉壓上進攻 踢出整體勝的斯洛伐克今次有望在下一城 分組賽首輪戰敗 戶赫蘭可謂爆出一個比較大的冷門 他們竟然靜吞羅馬尼亞三彈 要知道羅馬尼亞是今屆歐國杯最缺乏聲味的隊伍之一 而烏克蘭鎮中環有西甲神射手亞迪姆·杜夫·比克坐鎮 加上在阿斯努效力的奧利辛特·仙珍高 以及車路士前鋒米卡路·梅迪利 班底實力在同組當中算是想僅次於比利時的存在 其實烏克蘭在今屆歐國杯開賽前就已經出現暗勇 暫且不說國有賽中打和德國 1比3不敵實力不併不強的波蘭 雖然在摩爾多亞身上拿到勝利 但摩爾多亞實力若不禁風 烏克蘭這場的勝利含金量嚴重不足 而且與羅馬尼亞一亦存在輕敵的心理 這樣才被對手打到毫無還手之力 烏克蘭這場若不能傳取三分 他們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最後一輪面對的是肯定華未確定出善資格的比利時 相信球隊這次不會再輕敵 但面對士氣高障兼防守穩固的斯洛伐克 烏克蘭想要搶分難度龐大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dado會有時間 你們暫緩快 будут同時 omet